我们讲维摩杰经 甘露法之时 解脱胃为降 静心与早遇 戒品为图像 这个都是比意啊 菩萨吃的是什么 甘露 莲华生大事吃的是什么 他是气 最好的食物就是气 气是什么 空气啊 空气是最好的食物 菩萨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就是甘露 你在修法的时候啊 师尊修法的时候啊 曾经有一次 在修法当中啊 吃到甘露 可以讲 是清凉的佛性 他可以啊 甘露法之时 菩萨是以甘露 跟佛法当成食物 你在修法当中 你可以吃到甘露 我在修法的时候啊 在静定的时候啊 是有法流 从西空中降下来 到了你的身体 充满你的全身 这个就是属于法味 清安 你们有得到这个 接受的棘手一下 就是有法流进到你身体 连词上师 还有连续 你做厨房的 想不到你吃两种食品 人间的你也吃 天上的甘露你也吃 但是你吃了怎么搞的 还是那么瘦 你当个道士倒是蛮像 当和尚不太像 你在和尚都是胖胖的 大和尚都是胖胖的 刚刚瘦瘦的比较少 刚刚瘦瘦的要当道士 甘露法之识啊 很多人都有的啦 只是他们不愿意举手啦 很多人都有 你只要心静下来 定下来 真正能够入定 这个法流就绝对 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会评赏到甘露啊 这法流就是甘露耶 同时啊 讲了解脱胃为酱 感觉到你全身都已经解脱了 身心都不见了 烦恼也消除了 酱就是水啊 所以我讲法流 法流不是水吗 就是水啊 像清凉的水一样 进到你的身体 让你洗净你的全身 这个就是木逸啊 再来就是静心欲找欲 清净你的心 跟让你在浴缸里面 木逸把你的所有的 灰尘尘土 全部洗干净 身上的尘土 也等于是说 把你身上的那些垃圾 全部把它清除干净 一个清除垃圾的人 得到的就是无所谓 无所谓机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不要把你的垃圾 常常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要把这个垃圾啊 全部给它清除掉 全部拿掉 你就无所谓了 你老是把垃圾捡过来 放在你心中干什么 人家骂了一句话 你就把这一句话 放在你的心中 那你难过的三天 那你难过三天四天五天 一个月也没有办法消除 一年你也没有办法消除 那你在干什么啊 你是在折磨自己 人家骂你的话 马耳东风 这里骂进来 听到了这里就出去 不要留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不要怕人家批评 人家批评你 你想了半天 要如何报复 如何写文章 给他反几回句 人家在报纸上 登一篇文章骂你 你就想办法骂他十篇 我以前是这个样子 人家骂我一篇 骂我一次 我就写一本书 气死我了 我干脆我写一本书 变成给力你自己啊 你自己反而会更加的精进 去写书 人家骂你一篇 你就写十篇 这也是好 把他消化掉 因为你把他消化掉了 你就把垃圾丢掉了嘛 这也是一种好处 不然你就要把这个忘掉 骂你的 文字上骂你的 嘴巴上骂你的 见面骂你的 背后骂你的 通通给他清除掉 那个啊 就是 就是静心于早欲 你心都清净 都干净 你如果把垃圾反而放在你心中 一年 你就烦恼一年 放在心中十年 你就烦恼十年 你放在心中一辈子 你就烦恼一辈子 把这个忘了就好 重点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静心 这个浴缸啊 洗澡啊 就代表着菩萨的静心 清除干净 把垃圾丢掉 戒品为图像 你身上会发出香味 为什么呢 为摩洁比义 因为你守戒 所以身上就有香味 就是图像 现在人啊 我们供养 发供里面 有一种叫做图像 发供里面有图像 就是你身上自然发出来的 香洗 大家都喜欢你 为什么 因为你身上 有香洗 为什么你会有香洗 因为你守戒 你守戒力 修行人啊 应该是属于 淡然无求的一个脸 淡然无求的一个脸 你的脸呢 是淡然无求 你没有求什么 走到哪里 都是那种很 淡然无求的那种脸 你自然身体 发出一种香洗 人家接近你 就感觉到很舒适 我们有时候看到女生 这个女生有胸光 眼睛有胸光 眼睛发出那个胸光 哇 这个女生很胸 她有胸光 眼睛 眼睛可以看到她的胸光 她即使动作 都令人家感觉到很畏惧 不敢亲近她 我们本身就有一个感觉 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 很淡然无求的一张脸 觉得就很好亲近 看到一个很慈善的脸 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很好亲近 这个相处非常好 因为她本身是首届的出家人 她身上自然产生的一种图像 这是一个比喻 你修行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亲近你 你可以度十人 百人 千人 万人 可以度这些人 因为大家都会来跟你亲近 你如果是一个很凶巴巴 而不守戒的一个臭和尚 人家看到你都赶快跑了 你怎么度众生 你看起来就不是很和蔼可亲 你如何度众生 你要让众生感觉到 你本身很和蔼 很可亲 是因为你守戒 自然产生的一种相识 这个菩萨必须要催灭烦恼节 催灭烦恼节 再来催灭烦恼节 通通没有烦恼了 这个叫做漏尽通 烦恼已经没有了 叫做漏尽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 为什么会没有烦恼 因为你修行解脱了 怎么会有烦恼 再依照怎么样子 也不会有烦恼 因为今天的烦恼 今天就给他丢掉 就变成没有烦恼 卢士尊到处都可以睡 不管什么床 或者做法座 我也可以睡 坐在法座上 我也能够睡觉 很多人看着我 我也能够睡觉 旁边有美女 我也自然睡觉 不管你什么美女 因为我心中没有烦恼 我没有那个欲望 我无欲 没有欲望 财 你也不求 色 你也不求 明 你也不求 食 现在吃的东西 也不太求 就喜欢那个冰激凌 sugar-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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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ce cream sugar-free the ice cream 因为太多糖 也不好 sugar-free the ice cream 食 睡 我也不是很贪睡 有时候睡够了就好 但是我随时可以睡 这表示我没有什么烦恼 你有烦恼的人是睡不着的 有烦恼的人就是因为你有烦恼你才睡不着嘛 你烦恼什么 就打雷我也能够睡 我们有两个弟子 从香港来吧 在Lemon Inn 他说晚上都有虫叫的声音 他们就睡不着 虫叫 那才睡得早呢 他唱歌给我听啊 对不对 有鸟叫 他说奇怪半夜有鸟叫 有鸟叫才睡得好 有雨声 我喜欢听你 嘀嘀噹噹嘀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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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哇好好睡啊 听雨就睡了 听雨声最好睡 鸟叫我也能睡 哇 鸟在叫 鸟以发香 闻到花的香味 那鸟在叫 鸟以发香 闻到花香味 就睡着 鸟叫也能够睡啊 虫叫唧唧唧唧唧 更好睡啊 那个蛙叫 在这边 那个双莲池里面 以前有很多青蛙 我睡在我的房间里面 听到青蛙在叫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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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好睡哦 哇 真的呱进去了 都睡着了 摧毁烦恼节啊 你没有烦恼了 就是漏尽通啊 那时候你居然没有烦恼了 你就无念了 那个念头没有了 就容易入定了 你禅定就可以到了 四禅天啊 无何有啊 初禅在御界天 二禅三禅在色界天 四禅在无色界天 永见无能欲啊 你摧毁了所有的烦恼啊 你就棋子拿得高高的 建起了道场 圣潘建道场在这里 永见无能欲 你就变成非常的 永满健康 没有人能够超过你 降伏四种魔 你那个时候能够降伏四种魔 哪四种魔啊 一个是天魔 病魔 烦恼魔 还有死魔 这个死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走 在一百年后 我们都不见了 一百年后 没有一个人存在了 都不见了 包括baby也差不多都走了 都不见了 那就是死魔 但是 为什么你能够降伏四魔呢 为什么降伏四魔 你能够永生呢 因为你的佛性 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不过是换个衣服而已啊 哪里有死 本来是没有生死的 我现在可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生死的 有生有死是众生 无生无死就是佛弗萨 无生无死就是佛弗萨 生死不是一回事 他为了用死来显示无常 将来如是尊实 表示这世间是无常 其实无生无死 因为你能够把你的佛性 出现 再换个衣服 就等于换个房子 你转换一个房子出来 你住在另外一个房子 搬家到另外一个房子 不然就是换一件衣服 不然就是换一件衣服 死就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无生无死 所以我们也不怕死 死便不可怕 死魔 天魔 烦恼魔 病魔 这个病是最讨厌 病来残的时候 当然是最讨厌 但是你把病当成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当成朋友 跟他在一起 始终不是没有病 但是也能够转化 你看到蛋白尿 三千 吓死人了 但是现在呢 再去检查 那廖医师给我一种药 吃了 变成五百 最近再去检查 身体检查 五百变成两百 那么再去检查 就变成一百 就标准了 有一次 我的family doctor打电话给我说 卢世尊 赶快进急诊 要我今天晚上就进急诊 我才不去 我在家床睡得好好了 那半夜叫我去送急诊 验出我的血里面含着高甲 高甲 就超过五点一以上就是高甲 我没有去 后来我再去检查 他验出我的血糖是七点多 高甲是七点多 七点多 已经超过很多了 你知道有八种毛病了 画一个图出来 什么毛病呢 腹瀉 一直拉肚子 突然间晕倒 高血甲会突然间晕倒 另外呢 锁脚花麻 锁跟脚都花麻 很多毛病的 有八种 那会忽然间晕倒 而且最严重的 叮叮 就是膝胖胖 就是 老夫死都不怕 怕你这个高血甲 对不对 我死都不怕 换个衣服而已 八十岁了 十了 也不算什么 庆菜了 我还要去进急诊 我才不去呢 我没有去 后来他三天后打电话 有没有去 我说没有 没有 赶快来见我 我就去见他了 后来再验一次血 验了 合格了 那合格了 不合格了 就变成合格了 不合格 我也无所谓 对不对 我们生死不拒的人 死了呀 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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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就死了 那有什么关系 不要那么辛苦啊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还要说法 对不对 所获又不多 人家那个名人 出去说法 一次啊 好几千 好几亿的 讲一次法 哇 他收入很高的 那卢士尊 说法 收入多少 最低的时候 联资 联资 他给我两百块 收一次法 两百块 这个两百块 哪来擦屁股都不行 我告诉你 现在有增加啦 有啦 有增加一点啦 所以谈到死啦 四种魔 你要降服四种魔 死魔 你也不怕 哪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身体也很奇怪啊 大部分来讲 按照西医来讲 你那个蛋白尿高到三千 哪有可能下降 圣唱歌的专家跟我讲 你能够每一次都保持三千就可以了 不要再增加 那我那个不增加的 一定会增加嘛 但是我反而减少 你看嘛 廖医师也是贵人 现在变成两百 最近再去检查一次 可能就合格了 高血甲也没有吃什么药 就让肾脏休息几天而已 让肾脏休息几天 就休息就休息吧 肾脏休息 三两天再去检查 就合格了 所以不要怕死魔 死也没关系 天魔呢 就修行的时候会有障碍 天魔 也无所谓 都降伏了嘛 降伏是魔 天魔 烦恼魔 刚刚已经讲烦恼了 把烦恼倒掉 清净 病魔 刚刚已经讲了病魔 病魔也不要紧 死魔也不要紧 有人问一件问题 为什么这些精神领袖 到年纪大的时候 后半生都得到病魔的摧残 为什么 有几个精神导师啊 到时候都是病得很严重 最近像那个卡鲁仁波切 他的后半生 都是在病中 卢士尊呢 前半生 当然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病 后半生 也懂得什么叫做病 当然也有病残生 但是也不怕 病魔也不怕 自然能够降伏 人家问为什么 这些精神导师啊 的后半生 大部分 因为啊 他也要显示一种无常 他要显示跟众生一样 也要同事 跟大家一样 他虽然是一个精神领袖 是一个修行很高深的高深 他也会有病 他也是会有病 因为是老化嘛 肉身自然 他就会产生病 但是不要被病所困扰 我是比较没有这个 有病 当然我也是很讨厌 这也是一种烦恼 师母当然是有病 师母有病 但是她比我坚强 这一点就值得佩服 她很坚强 她明明有病 但是她很坚强 这一点是我要学习的 她有病 但是她不畏 她也无畏 这个是降伏四种魔 你降伏了四种魔以后 菩萨就把圣潘建道场 把圣力的旗子举起来 建立了道场 让众生到你的道场去学习 文明摩姐是这样子讲的 圣潘建道场 有病不要怕 要降伏 要降伏四种魔 因为是天魔 烦恼魔 病魔 死魔 这四种魔 烦恼除掉了 跟病一起 天魔 他本身也有佛性 他是来考验我们 既然知道有这个考验 天魔来考验 我们不要跟他争 不要跟他争 天魔来考验 不要跟他争 你在更精进的修行 天魔也会不存在 你更精进 他越考验 你就越精进 这样你就可以得胜 联灯上师啊 联灯啊 我们的联灯上师 他得到肺癌 肺部的cancer 他在病中 在医院里面 掉点滴 还有插管 气切插管 掉点滴的时候 他端坐 像莲花坐一样 盘着腿 在静坐 掉着点滴 气切插管的时候 他坐在那边静坐 轰动整个医院 所有的医生 护士都来看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已经是 咽咽一袭插管 病得很严重 掉点滴 怎么样 他还在静坐 插管 气切 还在静坐 后来呢 实际的持尊者 实际的持尊者 那时候 持尊者看到 联灯上师 显现身上 有很大的光芒 是一个大菩萨 联灯上师 持尊者看到联灯的光 他说 原来正佛中 联灯上师 他也能够成就 这样子的 这么伟大的一个菩萨 不是持尽才出了菩萨 我们生活中也有 联灯上师 是一个大菩萨 显现给那个持尊者 持尽的持尊者看到 将来我们都可以显现 战胜四盟 把这个胜利的藩 立起来建立到场 独发众生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慢慢跟他们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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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